媒体已经曝光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先设办案指标再查案 如此罔顾司法正义的做法 只会造成冤假错案 截至今年三月底 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网站 公布的所谓典型案件汇编中 没有一起涉及知识产权和商业窃密 指控的罪名都是欺诈不实陈述 瞒报税款等等 美国高校教职员工连明函再次证明 越来越多 美国国内人士都认识到 这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实质上就是美国反华势力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对华进行遏制打压的工具 这一计划 不仅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 对美国亚裔群体造成严重损害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 美各界的正义呼声 切实纠正错误 停止干扰中美在科技人文等领域的 正常交流与合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